我们昨天 复习温度 很有压力 温度 就是 用一个东西去量 那透过热胀冷缩 或是 热辐射 或是 化学反应 或是电阻之类的 都可以让它 有一些变化 都可以让这个温度有起一些变化 我就可以看得出来 温度有变化 那什么时候叫做 热平衡呢 就是 温度怎么样的时候 叫做热平衡 各位还记得吗 如果你想要回答 可以在讯息栏 回答 怎么样叫做热平衡 是两个物体的热量一样吗 还是 两个物体它怎么样 也叫做热平衡 没有错 是达到一样的温度 谢谢 同学 达到一样的温度的时候 才叫做热平衡 而不是 热量一样 其实热量和温度这种东西 是值得好好的去想 好像你没有温度 就不会有热量 可是他们好像是 又有区分 两个东西 的热量不同 但是他们可能温度会一样 那昨天的第二部分 我们是 不许的压力 压力它是 一个 物理量 那可以用来描述 描述那个 痛不痛 或是被 被破坏的程度吗 不一定 就是如果说 可是你可以说压力 大的话 比较容易 会达到 破坏 那 它的定义 就是用力去除上面积 对 那最后我们推理出来 这个水压 的公式 是长这样子 这是昨天的内容 水压 E 就会等于 呃 H B 等于G 这个B是密度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把它用到气压上 那 老师在Google Classroom 的四字一 的第一则影片 就是在介绍 气压剂 的发明 它的由来 那那个影片还蛮不错的 它提到说 我感谢大家 我就知道為什麼要斷線了 好應該可以了 好這個 林月峰上線了 那記得要訊息欄 有回答問題或是發言 就才算是有到 好那我們昨天就是提到這個水壓 公司是長這樣 那如果各位你可以在4-1 Google Classroom 4-1的部分呢 去觀賞第一則影片 他是在講解說 人們是怎麼發現真空的 然後從發現真空 又發現大氣壓 在古時候啊 亞里斯多德 他認為說 自然界呢 是不太喜歡真空的存在 因為 如果你要 你如果 產生一個真空 很快他就會吸回去 就像是那個 就像是怎麼樣呢 吸那個吸管 吸管 你如果把一邊堵起來 堵住 然後吸的話 那個吸管會扁掉 他裡面也不會說 就有一個完全空無一物的空間 那或者說 亞里斯多德他的例子是說 一個棒球在飛的過程中呢 後面 棒球的後面可能 會有短暫的真空 但是空氣會馬上的補回去 那補回去的時候 就順便呢 推到這個棒球 那棒球就可以繼續被推動 那當時就是他認為 自然界不喜歡真空 是一個真理 所以 有很多東西才會 因為他不喜歡真空 所以才會推動那些物體 那麼 那個例子可以很好的 就很容易的去把它反駁 就像是 如果這裡有一個陀螺 然後一直在轉 陀螺一直轉 那一直轉的時候 以亞里斯多德的想法來說就是 一定要有東西一直在推 要有真空 然後才會有 東西補回去 然後補回去的時候 就會去推到這個物體 那可是這個陀螺呢 他的 他往前走的時候 他後面並沒有空氣可以補進去啊 他的後面還是 比如說他整個都是木頭的 那這一條線的 木頭往前進 轉過去以後 這一條線 木頭的後面 沒有空氣可以補進去啊 因為他後面還是木頭 所以這個就沒有辦法 用亞里斯多德說 那個空氣補回去 然後造成那個 因為自然界不喜歡真空 所以空氣補回去 然後去推動這個物體 那是題外話 這是關於惯性 惯性 還有亞里斯多德的那種想法 但是 我們提到的是說 自然界不喜歡真空這件事情 那是真空第一次被提出來 那到了文藝復興時代 文藝復興時代 文藝復興時代 如果你看那個影片呢 他就提到說 那時候有些礦工 在挖礦的時候 他們會需要抽水 把礦坑裡的積水 抽出去 可是他們發現說怎麼抽呢 那個水的高度最高 就只能到10公尺 你再繼續抽就抽不上去 他的水管 他的水管可能有超過10公尺 水管可能有超過10公尺 可是 從最底下 往上抽 最多就是抽到大約是10公尺 不能再高了 不能再高了 你一直抽 一直抽 一直抽 一直抽水 但是水不會再上去 那這時候 就隱隱約約好像 好像有一種真空的感覺在 這邊 這邊感覺好像有真空 因為你一直抽 但是水沒有上去 那麼 後來有人設計實驗 後來有人設計實驗 就是托里切粒 托里切粒 托里切粒 他就是設計的一個 實驗是長這樣的 他把那個水銀 把他灌滿那個飾管 然後插進那個水銀槽 就像這樣子 然後把他倒立放進水銀槽 他把這個飾管灌了水銀 已經灌滿滿 沒有空氣在裡面 然後把他倒立放進水銀槽 再放手 結果這邊呢 水銀就掉下來 水銀掉下來 這邊就空出來一個空間 那 原本是沒有空氣的 完全沒有空氣的 但是他倒下來之後 他竟然有出現一個空間 那這個就是 他們在找尋的真空 這是水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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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他掉下來以後呢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水銀 沒有完全直接全部掉回盆子裡面 難道說是這個真空把它吸住嗎 可是如果真空是真的空空 真正的空 空無一物的話 那怎麼會有莫名其妙的神奇力量 可以把水銀吸著 因為你要吸著 感覺就是我要有一個 我要有一個施力者 然後去吸一個東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空空 完全沒有東西的空空的 真正的空空 那 怎麼會有一個施力者 可以把水銀吸上去呢 所以說這就有點 也是不是非常的好解釋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 等一下 那所以後來 托爾切一就想到了 他就想到說 也許不是 他吸住這個水銀 而是外面的水銀被往下壓了 外面的水銀被一種力量往下壓 那外面其實沒有真空嘛 外面其實有空氣 所以他們就想到說 可能是因為空氣的重量 空氣往下壓 把這裡的水銀擠上去 就這樣子他們發現了 大氣壓 那根據托爾切粒的實驗 這個水銀的高度啊 會比這個水銀面呢 高76公分 那所以我們就會把76公分 水銀柱 叫做一大氣壓 這樣子 那麽我們來算一下這個一大氣壓 用我們熟悉的單位 會是多少 我們熟悉的單位是 我們要用帕斯卡 我們要用這個帕斯卡 來表示這個大氣壓力 那要怎麽算呢 就利用這個公式 用水壓 等於HDG 那事實上這個 不一定要是水啦 它是液體的壓力 那我們現在是換成水銀嘛 所以 剛好這一段的壓力 跟外面的大氣壓 抵消 所以才會靜止狀態 才會撐在這邊 那我們就利用 右邊的這個公式 水銀的壓力 就等於大氣壓 我寫這樣其實 不是很清楚 我再重新寫一下 大氣壓 就會等於 水銀的壓力 然後呢 這個水的壓力 就帶那個液體壓力的公式 那就是 76公分 它乘上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是 13.6 然後 我們昨天 我們昨天有提到說 這個 豬和G可以合併 豬和G可以合併 如果是對於水銀而言 它的密度其實是 13.6 克 每立方公分 對 立方公分 可是因為你乘上了一個重力加速度 所以這裡就加上 GW 公克重 所以我們水銀的壓力 就會是13.6 然後呢 公克重 再除以 立方公分 這樣 那這兩個乘起來 6636 那後面的你自己去算算看 它會是1033.6 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1033.6這個數字 1033.6 克重 然後除上 平方公分 平方公分 因為這也是公分 乘上 立方公 這是分子 然後乘上立方公分 變成平方公分 再分明 所以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一種表示方式 1033.6 每平方公分 1033.6 克重 好 那麼再把這個 克重 換成公斤重 克重 換成公斤重 以及 平方公分 換成立方公尺 平方公分換成立方公尺 可以換成是 多少平方公分 一萬分之一 一萬分之一 因為一百乘一百 就是 一萬分之一 平方公尺 那 克重 除以 平方公分 就是這兩個相除 這兩個相除 就會是 10 對不對 一千分之一 除以一萬分之一 所以結果是 10 那這邊的話是 每平方公尺 公斤重 好 那接下來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因為都是老師在自言自語 這樣不好 請問各位 一公斤重是幾牛頓 各位要記得要回答問題才有 算千道 算千道 非常好 一公斤重是9.8牛頓 所以我們把這個公斤重呢 換成 9.8牛頓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 9.8 9.8乘以10 就是98 就是98牛頓 然後去除以 平方公分 平方公尺 那這個就是帕斯卡 這個就是我們昨天說的帕斯卡 所以這樣我們就成功的把這個單位 換成帕斯卡 所以事實上 你如果找一個立方體 一個水啊 一個 一個 一立方公分 一立方公分的立方體 然後是水的話 那它的壓力 它壓在它的底部的壓力呢 就是98帕斯卡 這樣子 那麽 所以這裡 Cm平方 每平方公分 幾克重 就是98 帕斯卡 所以這裡就可以寫成 就寫成 1033.6 去乘上 98 然後帕斯卡 這樣 這樣子 這兩個乘起來呢 大約 就是101300 大約 就是101300 然後帕斯卡 這樣子 所以在物理裡面呢 我們的一大氣壓呢 就比較常用的 就是101300 帕斯卡 那有的時候 你看氣象新聞呢 帕斯卡 你可以寫成 帕斯卡 帕斯卡 然後 00就是100 所以這裡會寫 H帕 H帕 H就是 100 各位同學 要不要跟老師念一遍 100 100 帕 所以 最 最後就是 1013 100 帕 這個就是 一大氣壓 一大氣壓就是 1013 100帕 好 這個 推理 好像我之後會派作業 那 請你用 gen board 去寫 一個學習單 好 推理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真正進到4-1了 真正進到4-1的 介紹理想氣體方程式 各位有沒有聽說過PV等於NRT呢 如果有的話 可以跟老師說一下 夯絕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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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博文程度 很好 各位有沒有聽說過PV等於NRT 替我 嘩 嘩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介绍PV.NRT 可能化学课有介绍过了 那我们就换物理老师介绍一下 这样各位就可以比较一下物理的角度和化学的角度 那其实它是实验来的 PV等于NRT其实是实验来整合而成的 这些是实验来的 我们就能够去看 他是實驗而得的 實驗而得 第一個就是波爾 波爾定律 我們順便練習一下英文 波爾 波爾的定律 他發現說 如果你是定溫 定溫的時候 那你的體積和壓力會成反比 或者說 壓力和體積的倒數成正比 他的圖形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橫軸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橫軸 是放真正的體積 那他的圖形會長這樣 那他的圖形會長這樣 那是 你的圖形的活力 應該會不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体积乘上P压力 乘起来 等于定值 就会是长这样的图形 压力小的 乘体积大的 压力大的 乘体积小 它的图会长这样 这个蛮好做实验的 如果你要做什么 物理课的 课程学习成果 或是探究与实作 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种 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验证它 用一个 针筒 那种比较粗的针筒 然后用橡皮筛 把它前面的那个洞洞 筛住 这是一个针筒 然后针筒里面就会有 那个活塞 活塞 这样子 然后这个活塞 针筒上会有刻度 会有刻度 刻度就本来是用来装液体 可以代表你有几毫升的液体在里面 但现在你可以拿来装空气 然后呢 你这里可以挂 挂重物 挂砝码 就是你知道的重量 然后挂住以后 它就有一个力量往下 它力量往下 这里有一个表面积A 表面积A 那是不是 压力 就可以用 你往下的力量 去除上 表面积 压力往下的力量 除上这个表面积A 就是压力 它如果平衡 平衡就代表说 内外压力一样大 然后呢 你再从这个毒素呢 去得到体积 去得到体积 这样子 这个可以做实验去验证 那你就可以记录你往下拉的力 然后换算压力 然后换算压力 算这个刻度 换算体积 你就可以做出这个图 它可以验证的 只要准备针筒和重物就可以 针筒那个药菌 应该有卖 那第二个呢 是 给 鱼萨克 变率 这个我们也学一下英文吧 这个给就是给 然后 然后 鱼萨克 就是 鱼萨克 那它的英文 就是英文名字叫 给 鱼萨克 那它发现的是 如果在 定容下 容量固定的时候 那我们的压力呢 会跟温度成正比 压力越大 温度越大压力越大 那是体积固定的情况下 这个比较好 也是 真的要做实验的话 也是可以 比较难做一点 因为你要让容器的体积固定 可是又要去测压力 就比较不容易 它有一个实验装置 就长这样子的 现在有那种压力剂 你可以直接接一个压力剂 然后比如说有一个钢瓶 有一个宝特瓶 不太会膨胀的 那你就把那个宝特瓶 或是钢瓶呢 插一根压力剂 然后拿去加温或降温 你就可以去读那个温度和压力 但是以前没有压力剂的时候 是这样做的 这个是在172页 172页 173页上面 以前是这样做的 它是用一种叫定容气体温度计 先不要讲它是温度计 一开始可能还不知道 它的装置是长这样 就有一个容器 那这个容器呢 里面就有装气体 它是体积V 那这个容器呢 有管子 连接到外面 那这个外面呢 有测量压力的装置 这个里面是装水瓶柱 这个时候 如果你两边的水瓶柱呢 一样高 两边的水瓶柱 一样高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这里大气压 批零 批零我们就叫大气压 大气压压下去 然后再加上 水瓶的重量 那跟这边 跟这边的压力 气体的压力 压下去 这整个从这里 到这里 都是气体压力都一样 那这里的气体压力 加上这段水瓶柱的重量 那跟这里的大气压 加上这段水瓶柱的重量 如果一样高 那就代表说 里面的压力就是大气压 里面的压力就是大气压 然后接着呢 他给他加热 这个我们也有放影片 也是在4-1 给他加热以后呢 因为受热体积会膨胀 膨胀的时候 这个水瓶柱 就会被往下推 被往下推 那他可能被推到 推到这里 这个地方就被往上推 因为水瓶不可压缩 液体不太能压缩 所以 这个水瓶就被推上来 这个水瓶就被推上来 水瓶就被推上来 那可是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说定容了 因为 你的体积已经变大了 那要怎么办呢 你就要把这个水瓶再压回去 就这个多出来这段 你再压回去 再让它上去 那有两种方法 可以 把这边压回去 一种方法就是 你再灌更多的水 那就会更重 右边这边就会 液体的压力就更重 那就可以把左边这里压回去 压到原本的高度 压到原本的位置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 你干脆直接 把右边这一柱 往上拉 因为你右边这一柱往上拉 从底下算到上面的水瓶会越多 它其实是从这里要算到下面 这是整段水瓶的重量 然后从这里算到下面 是整段水瓶的重量 那你如果把这边的往上拉的话 就变成右边这一段的水瓶会比较多 所以就可以 让右边的压力比较大 进而把它压回去 压回去以后呢 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给它一个编号 这是A管 这是B管 那压回去以后 A管它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水瓶的位置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得到原来的地方 是B管 是B管 所以是B管 这边的电子里面是在打电子里面 但是我可以提供的电子里面 我们站在电子里面 这边的电子里面是B管 的电子里面是B管 A管這樣子讓它回到原來的地方 然後B管一定是更多的水比現在還多才可以把A管壓回去 就字幕著我本鍵 經過 这样子 那这么一来呢 这两边的水银的差异 这两边水银高度的差异 就是液体的压力 就是它多出来的压力 这一段就是多出来的高度 多出来的高度 你就可以去算出多出来的压力 多出来的压力就是 里面比外面的压力多 多出来多少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去量出它的压力 在定容的情况下 它原本是加热以后 被推下来 然后这里升上去 可是你在这里灌水银 那它又补回去 它又补回去了 所以变成定容 容量固定 可是你可以借由这一段 多补的 多补的这段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压力大多少 就可以去算出压力差 那经过实验的结果就是 你这边的温度 越高 那你这里的压力差就越大 那经过实验 它是成正底的 那后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种装置叫做 定容气体温度计 稍等于 稍等于 那這裏還可以嗎? 如果可以請說可以 看得懂定容氣體溫度計的原理嗎? 請各位給一個回應吧 會不會很難 那因為畫這張圖很難畫 那我們就利用 現在我們剛好學到氣體溫度計 我們就先做一下範例一 先做一下範例一 在176頁 176頁他說 這個 一開始 實驗裝置是27度C 然後 然後 一大氣 他把 這時候他的氣體溫度計兩邊的水面是等高 那我們利用這張圖好了 我利用這張圖 這樣就叫握隊 所以這張圖 我們都不是有煙的 那一陣子 讓我們來的calde 但是有時候 有誤會 這個動畫 就是你 一開始 這兩邊等高 然後一邊叫做P 比較靠近這個圓球的叫P 比較遠離的這個叫Q 一開始他們等高 然後他說這時候是 27度C 然後一大氣壓 他裡面是裝水銀 那後來 後來他說給他加溫了 加溫到T度C 加溫到某度 某度C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高度相差 這個P他說他固定 因為他是 一個定容的氣體溫度計 所以他的P固定 高度固定 高度固定 那怎麼樣他固定就是像剛剛的那種操作的過程 你只要加溫他推下去 那這邊推上去 然後你在這邊再加壓 然後他又被推回來 所以P固定高度 所以P固定高度 那Q跑上去了 Q跑上去了 這時候他的高度變成了 跟這個P差了19 就是這個H 劉亞H 就是19 公分 19公分 然後 上面這個擦掉 今天應該用不到 19公分 你就可以去算他的壓力差 然後去算出這個溫度差 因為 壓力正比溫度 所以你可以這樣寫 就是 P粗 比上P末 就會等於 27度C 不能帶27度C 要帶300K 既然各位有學過PV等NRT 化學課 各位是不是知道 要帶這個絕對溫度對不對 我不太確定 各位是不是知道 要帶絕對溫度 如果你知道 可以回應一下吧 謝謝 謝謝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要讓他比溫度和壓力的比會一樣 所以這裡應該是 一開始是300度 所以這裡就300 度 度K 克文 那底下就是T 這樣 這個是我們想要知道的 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反正我們要把這個 T解出來啦 那 一開始的 壓力是EATM 然後 後來的壓力 是多了19公分 那EATM其實是 76公分 拱住 76公分拱住 那後來的就是多了19公分拱住 所以它實際上就是76公分拱住 然後去比上76再加19公分拱住 所以這樣算起來 你就可以把T算出來的 這個 這邊都已經純數字了 那這個算一算呢 直接告訴各位答案 T大約是102度C 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就只有複習到第二個方程式 就是Gay Lussek Gay Lussek 它的 定容底下 壓力和溫度成正比 以及第一個 波伊爾定律 定溫底下 壓力和體積成反比 好 那先到這裡啦 先到這裡 我們 下禮拜一 再繼續 那 沒有留言的 趕快留訊息 這樣才算有簽到 在這裡 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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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